天哪 小心点 小心点 妈 都肿了 没事 你没事 阿姨 没事 一点都不疼 对不起 阿姨 没招呼好她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还不是她 一天到晚都四处乱跑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可以招呼好自己 小孩子都比你懂事啊妈 好那么也都不知道讲一声 要不是姐夫 你回得来吗你 告诉你不要以为我脚崴了我就揍了 你俩够了 平常吵吵也就算了 今天客人在海场 海场 他们俩这样我都习惯了阿姨 明轩 择日不如撞日 刚好我还跟莫凡说呢 哪天请你到家里来吃饭 今天来了就留在家吃饭吧 好啊 那你们先坐着 好好敷着 没事 谢谢啊 还没事 刚才在车里都哭了 丢不丢啊 是谁这儿 好痛啊 你也没鞋在计策啊 喂 喂 喂 许玲 喂 你听得见吗 许玲 对不起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咱俩在哪儿见过吧 我觉得你也好眼熟啊 怎么那么熟 你先生是唐启人 对啊 你是莫玉昕 之前在我们公司走过秀的 我的天哪 那么久了您还记得 天哪 抱一下 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呀 还能好想啊 哪有哪有 你住这儿 对啊对啊就是 看我们光顾着聊天了 上家里去坐坐 真是太巧了 怎么会在这儿见到你 还能再巧一点吗 这都多少年没见了 没想到在楼下给我们俩遇见了 对啊 这就是缘分吧 你还别说 这么多年 您气质可是越来越好了 哪有 还是老了 你才没变呢 我记得那时候 你跟我们公司合作的时候 就是那个模特队最棒的眼泪 你现在是改行了吗 改行了 没有啊 我看你们家好多 关于采缝的东西 这个是我女儿的 对了我想起来了 你有一儿一女 对啊 你女儿结婚了吗 她学业还没完成呢 在哪儿读书啊 在法国 法国 读什么专业 学服装设计啊 你看 传承你的事业真好 嗯 也没少操心 你呢 听说你有个儿子 很优秀 那还用说 事业上跟他爹一样 是个工作狂 整天不招架 但是这感情上 让我操透心了 那怎么说 我跟他爸 看中了一个女孩 家事呢 都跟我们家相当 而且这个女孩吧 从小跟他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二三十年的感情了 挺好啊 而且她们一直很要好 这个女孩 又有才华又有相貌 如果我们家儿子娶了她 那是我们家福气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出来个狐狸精 把我儿子搞得五迷三倒的 现在孩子的感情 真的是大人做不了主 他根本就不听你的 你多说两句就说头疼 转身就走 管不了了 急都急死我了 那是您的全家族吧 对啊 我看看 他们俩一定很漂亮吧 这个是儿子 莫凡 这个是女儿 你女儿是莫菲 对啊 你们见过啊 我是唐明轩的母亲 这就是我说的狐狸精 你怎么说话的呢 就怎么说话的 你说谁是狐狸精呢 你女儿啊 猜下别人感情 不是狐狸精吗 妈 你在吵架吗 妈 你在吵架吗 没有素质 妈应该在看电视吧 没有素质 你交出了女儿 破坏别人感情 好了 我知道了 我早知道唐明轩的母亲 是这样一个没有素质的人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我还不同意呢 真是没见过 妈 怎么了 阿姨 您怎么来了 你来得正好 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的 请你离唐明轩远一点 别再去打架他 请你离开我的家 我说完会走的 阿姨 我很尊重你 也希望你可以尊重我的家人 这件事情和他们没有关系 也请您不要来打扰他 有什么事情我们出去说 时间地点宁点 我等你电话 我等你电话 教育好你的女儿 没有素质 睡了吗 没睡呢 爸 我看着你亮着灯呢 就过来跟你聊点事 我呀 前两天去了趟唐家 你不想知道爸爸去唐家干什么的吗 您不是经常去唐家吗 丫头 你跟爸爸说实话 你跟唐明轩的关系 你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 我跟他没有这个缘分 那之前你所有的努力和坚持不就百废了吗 有时候我们追求的所谓的成功和幸福 看似离我们还很远 但其实真的就差这么一点点 就差这么一点点就达到了 就差这么一点点坚持 你唐伯父跟伯母都表态了 在这件事情上表示支持 愿意去做明轩的工作 你看看 以前 我觉得嫁给明轩 是我这一辈子 最幸福的事了 所以我这么努力 付出了这么多 是因为我相信 有一天他能看见我对他的好 我可以穿着婚纱 站在他的身边 可是 经历过那么多事之后 我才觉得 也许我做错了 做错了 做错了 Tell her 到底是想给我女儿幸福 还是会把我的女儿推向火坑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爸 你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会幸福吗 我跟你唐伯伯摊牌了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就希望她幸福 如果两个孩子能在一起则好 如果不能 这一次 唐家的事 我是帮不得的 睡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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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